据欧洲的世界周刊报道 全世界因为各种病因 还有人的忧郁、怀疑、恐惧 造成了夫妻相互不退让 相互自私的情景 离婚率像火箭一样的上升 几乎百分之四十到八十的概率 几乎每两对夫妻就有一对离婚的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猜疑 嫉妒、嗔恨、恶口 已经变成了现代社会人的常态 记住了 学佛能让我们改变心态 慈悲让我们变得相互理解 喜舍让我们广结善缘 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学弥勒菩萨的大度宽容 念经心会越念越想得通 拜佛会越拜自己的生活身体 越来越顺利 放生会让你严寿 慈悲会让你原谅别人 许愿会让你消灾解难 心想事成 有一天 当年的佛陀走在禁城的路上 佛陀看见一名男子 向着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和上方 都在顶里膜拜 于是佛陀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位男子说 我这是在做善生 我每一天向各方摩拜 是我们家族传下来的传统 据说这样可以得到幸福 佛陀跟他说 我也有六种敬礼的方法 那个人奇怪地问 你的方法是什么呢 佛陀慈祥地笑着对他说 获得幸福的六种方法 获得幸福的六种方法是 第一 孝顺父母 做儿女的要学会孝顺 令父母高兴和欣慰 第二 尊重师长 做学生的要尊重老师 接受教导 第三 爱护妻子 妻子是个好助手 夫妻之间要相互尊敬 第四 要善待朋友 对待朋友 要诚实 要互相的尊敬 第五 要尊敬僧众 对待僧人 要不失恭敬 第六 要对待仆人 宽容 不要让他们过度的劳累 如果你能按照这六种方法 来对待生活 你的家庭就会和谐圆满 人生就会快乐无忧啊 那个人听了佛陀的教诲之后 心中很高兴 从此 他就照着佛陀的教会形式 心中的幸福感 与日俱增 佛陀还告诉了那个人 这些获得幸福的方法 实际上想一想 这些幸福的方法 有什么玄妙吗 显然没有 但是人间众生 谁能完全地去照着做呢 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老老实实地照着去做 相信每个人 都会获得幸福 记住了 幸福从平等心来 平安 从感恩心来啊 在孤儿院里 有一堆 一对好朋友 后来呢 他们都被富裕家庭 所领养 两个人都上过 世界各地有名的学校 但他们两个人之间 存在的不小的差别 其中一位是 四十出头的成功商人 他实际上已经退休 可以享受人生 而另一个是学校的教师 收入低 并且一直觉得自己很失败 有一天 他们在寺庙起伏的时候 偶然相遇 于是相互诉说这些年的遭遇 商人因为做生意 去过很多的地方 于是他津津有味地 诉说着周游列国的事情 而那位学校的老师 开始只是一昧地 诉说自己的不幸 他是一个如何可怜的亚洲孤儿 又如何被领养到遥远的瑞士 他觉得自己是如何的孤独 随着他的怨气越来越重 这个商人朋友终于熬不住 就制止他 手艺会说 够了 你说完了吗 你一直在讲自己有多么的不幸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的养父母当初在成千上半的孤儿当中挑选了别人 你今天又会怎么样呢 学校教师看着商人说 你不知道啊 我不开心的根源在于他还想继续描述他的痛苦 商人跟他说 我真的不敢相信你还在这么想 我记得我自己在二十五岁的时候 我无法忍受这个社会周围的世界 我恨周围的每一件事情 我恨周围的每一个人 好像所有的人都在跟我作对一样 我很伤心很无奈 也很沮丧 我的想法和你现在是一样 我们都有同样的理由来抱怨 我劝你不要再这样对待自己了 想一想你有多么的幸运 你不必像真正的孤儿那样活着悲惨的一生 实际上 实际上你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你不有帮助别人脱离贫困 而不是找一堆自愿自愿的理由 把自己包围起来 在我摆脱离贫固贫围贫围贫困 自己究竟多么幸运贫围贫困 获得了现在的成功 河水有宽有宽有平静有清澈 水也有冰冷也有浑浊 但也有温暖啊 我们人也是一样 同样的环境下 历经挣扎 因为我们拥有了正确的选择 让我们感受到知足 才能去除心中的阴影啊 台长告诉你们 凡是看见墙壁 你觉得这条路不通了 你要好好地想一想 凡墙都是门 即使前面的墙把你堆得水泄不通 你依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开通的门 一条你生活的出路 这样你才不会自觉 自己把这条路 人生的路给封死 所以想得通 你就会快乐 想不通 你就会悲哀 不要把一些快乐 当成永久的快乐 也不要把人生的一切悲哀痛苦 当成永远的痛苦 因为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我们要脱离 我们要脱离凡扑 平时多学博 把握好自己的见地 面对人生的名利观 情观和生死观 要想得通 因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绝对的事情 很多只是在你的一念之中 我们要听菩萨的声音 从人间的惊涛骇浪中 回到心中宁静的港湾 有一天晚上 一个妻子接到了先生的电话 先生说 今天晚上我加班 不回家吃饭了 妻子心想 天已经这么阴暗了 晚上一定会下雨 因为我的先生穿得很薄 她的妻子就戴了一件外套 拿了一把雨伞 给她先生送伞去了 先生的公司离这里很近 是一座三层楼的办公大厦 冷风袭来 妻子怀里揣着衣服 赶紧走到先生的办公室门口 看见里面有光 她轻轻地叫了一下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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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声音 过一会儿 她又说 老公 你在吗 办公室有了反应 老公仓促地说 在在 过一会儿 门打开了 先生看到妻子 自然地问 你怎么来了 妻子 马上开始怀疑她了 从头到脚打量她 问她 你怎么半天不开门呢 先生说 我刚 记着自己在描绘 那个设计图 没有听见 妻子怀疑更深 往办公室后面看 猛然看见一个女人 站在办公室另一边的写字台上 她的怒火 蹭地一下穿上来了 冲上去 对着这个女人一顿抱她 老公上去拉住她 她像发疯一样的大喊大叫 引来了公司 很多职业班的人过来看热闹 公司第二天飞飞扬扬 老公失去了这份工作 他们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分手的时候 老公说 其实那一天 什么事情真的都没有 只是崩太大了 我顺手把门就扣上了 其实那个女的是前几天 公司刚刚派给我的助手 现在想一想 真的很愚蠢 而她的妻子 却在后悔当中度过一生 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我们 猜疑者常常嫉妒心中 比较狭隘 所以很难跟别人 很好的相处 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心 变得孤独寂寞 因为这样 对我们的身心 是非常的危害的 整天怀疑 会让你得忧郁症的 学博人应该懂得 当你怀疑某个人 或者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最好你先分析一下 这个人平时的为人 他的经历和他自己多年 共事交往的表现 这样有助于你将错误的猜疑 消灭在萌芽的状态 现在的人想生气 想怀疑天天都有理由 就在12月5日 新西兰有一位华裔男子 因为眼睛太小 在申请护照时 上传照片 居然被拒绝 因为计算机软件 认为他在照相的时候 没有睁开眼睛 这个人的名字叫Richard 22岁 他出生于中国的台湾 并在新西兰长大 因为他的护照快要过期了 所以他回到新西兰申请 他打算圣诞节之后 再返回澳洲 当他上传了照片的时候 竟然收到了新西兰内政部 这样的回复 你上传的照片 不符合我们的标准 因为你的眼睛是闭着的 告诉大家 你想生气 任何时候都可以生气 到人间来 就是来还债的 不要生气 因为气出病来 无人替啊 有两个兄弟长大了 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但是父亲呢 并不感到很欣慰 因为家庭并不富裕 兄弟俩时常为一些小利益 而发生口角 一旦到分家产的时候 还真不知道会发生怎么样的争执 有一天 他的父亲生病了 他对兄弟俩说 你们两个孩子过来 其实这个病 父亲并不担心 我想自己也能过得去 但如果你们兄弟两个 将来反目成仇 那我们家的病 是真的生大了 难以应付 父亲下床之后 指着院子里的一群鸡说 看看他们 蹲在那里 平安 相安无事 这不是很好吗 然后 父亲 走到屋子里 端出一盆 谷子 然后 悄悄地走到屋后 将大部分的谷物 撒在了地上 留了一小堆谷物 回到院子里 刷的一下 扔向了那些鸡 那些鸡看来 来了骨子了 疼的一下 跳起了身 一起穿上去 去争夺 翅膀 悲舞 嘎嘎乱叫 原本清静的世界 因为这几颗骨子 而硝烟弥漫 兄弟俩笑了 他们明白 自己父亲的意思 父亲说 孩子们 你们都看见了吗 更多的骨子 在屋后啊 父亲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不要为了 争一点财产 而损失了 更多的利益 我们人生中 许多的烦恼 何尝 不就是像 鸡 增强骨子一样吗 我们人 本来平平安安的 因为我们贪了 我们要这个 要那个 有利益来了 我们才变得 烦恼起来 争斗起来 所以 为利益 不顾一切的 去争 去贪 去抢 去炒 我们和鸡 争骨子 有什么 不一样啊 所以 现代人 心态不同啊 对人生的评价 也不同啊 我们学博人 要以乐观的 圆融的心 来看 这个世界 要看美好的一面 你会觉得 这个世界 很可爱 你天天看着 你自己的太太 孩子 或者丈夫 你有时候 心中 如果产生 慈悲心 你会觉得 他们 很可怜 他们不容易 为了这个家 你就会 关闭你心中的狭隘 和悲观 你会慢慢的 对他们 越来越好 想一想 一个家 容易吗 想一想 一个世界 容易吗 不要以为 这个世界 一片灰暗 因为 有光明的存在 当年 二次大战 希特勒 把犹太人 关在 集中营里 有两个人 被关在 一个 牢房 很小的地方 一个是 悲观型的 他透过了 监狱的铁窗 看到了 铁丝网 还有一个 天天 通过 小小的窗口 看见了 美丽的天空 最后 悲观的人 自杀 死亡 而那个 乐观的人 他等到了 盟军的 解放 悲观 会让你 沉浸在 痛苦中 无法 挣扎 伤心 会让你 处在 逆境当中 失去 勇气 学博人 看得到 未来 我们 忘记 过去 珍惜 现在 才会 拥有 未来 有一句话 说的 说的 好 你跟谁 你是谁 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 你和谁 在一起 据说 富翁 香港 富翁 李嘉诚 他的私人 司机 给李嘉诚 开了 三十多年的车 在他准备离职的时候 李嘉诚 看见他 兢兢业业 干了这么多年 为了 能让他 安度晚年 开了一张 两百万元的 支票 给他 没想到 这位司机 跟李嘉诚 说 不用了 一两万 我还是 拿得出来的 李嘉诚 非常的 诧异 说 你每个月的工资 只有五六千元 你怎么能 存下 这么多呢 司机 回答说 李先生啊 我开车的时候 你经常 在我车上 打电话 你说 哪个地方 要去买地皮 我就去 买一点 你说 哪个地方 你股票 要去投一点 我就去 多买一点 股票 到现在 我已经有一两千万的 财产了 所以 跟着百万 赚十万 跟着千万 赚百万 一根稻草 不值钱 绑在白菜上 就是白菜的价格 一根稻草 不值钱 绑在火腿上 就是火腿的价格 我们人 这么渺小 不值钱 但是 我们跟着菩萨 跟着佛 我们就是 执千金 所以 所以学博人要懂得 为善 必倡 一个人 只要善良 他一定会繁荣 昌盛 就算 现在 还没有 倡 必 有 余 说明你 过去的业障 还没 消完 殃尽 必倡 你的业障 消完了 你一定会 繁荣 昌盛 我们人 不起 称卦心 藏身 惭愧心 要觉得 一辈子 对不起 很多的人 这样 你才会 生起 慈悲心 有的人 经常 发怒 一发怒 会火烧 功德 灵的 有一个 佛友 知道这句话 来问 台长说 台长啊 火烧 功德 灵 是真的吗 是真的 他说 难道我一发脾气 把我所有的功德 全部 消完了吗 我说 不是的 给你一些 安慰 烧掉 一小片 所以 我们人 要懂得 学博人 就要跟 别人 不一样 虽然 逆流 很苦 但是学博人 忍辱 精进 学博人 能够 战胜 自己 人 最难 战胜的 就是自己 很多人 一辈子 苦就苦在 想不通 自己不想 把自己 解放 所以 业越 积 越多 所以 我们 要念念 无常 这个世界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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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带来 任何 东西 我们 也 带不走 任何 东西 为什么 还要在人间 拼命地追逐 那些不属于你的 无常 无常的人 和事物呢 想开吧 观世音菩萨的法身 化身 有一天 观世音菩萨 化作一个和尚 他化缘 到了扬州的地界 他看到一个煤矿 即将要塌方 观世音菩萨呢 他因为化作 化缘的和尚 他就告诉矿工 此地很危险 可是矿工们 看着这位和尚 用怪怪的眼光 看着他 不予理他 和尚 非常的着急 就急急忙忙地 去找到了公头 公头呢 怕延误工程 对观世音菩萨 化作的和尚 一点都 警告 一点都不理他 还很生气 大骂他 你这个和尚 多管闲事 观世音菩萨 一会儿 马上化作一个 卖馒头的 年轻美丽的少女 在矿工 对着矿工们喊道 又甜又香的热馒头 给大家随便吃 这个时候 矿工们惊奇地发现 居然有馒头 免费吃啊 全部跑出来 争抢馒头 他们刚刚跑出矿 突然听见 后面 喉咙一声 煤矿 塌方了 矿工们 都惊出了 一身冷汗 再回头 找这位 年轻 送馒头的少女 已不见了 踪影 只见 观世音菩萨 端坐云端 祥云 凡云 软软 飘去 有时候 我们 碰到很多人 来帮助我们 我们没有感受 有时候 我们看见 有很多贵人 来提醒我们 我们 不在意 要 懂得 珍惜啊 我们学观世音 菩萨 慈悲 帮助众生 帮助别人 就能 消灾 解难 所以 我们 不但要 救自己 还要 救别人 能够 救到别人 就叫 妙法 所以 一善 解百灾 多善 解千难 一生 行善 一生 修 成啊 我 我 不得了 我 不得了 感谢观看